诗篇第七十九篇 神啊!外族人侵入你的产业,误会了你的圣殿,使伊路撒冷成为废墟 他们把你仆人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灼食,把你圣民的肉给地上的野兽吞噬 他们在伊路撒冷的周围把圣民的血像水一般倒出,没有人埋葬他们 我们成为邻国羞辱的对象,成为四周的人吃下和鸡刺的目标 耶和华,要到几时呢?你要永远怀怒吗?你的愤恨要像火焚烧吗? 愿你把你的烈怒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外族人和不求告你名的列国身上 因为他们吞吃了雅各,使他的住处荒凉 求你不要记住我们祖先的罪孽 愿你的怜悯快快临到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拯救我们的神啊! 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,赦免我们的罪 为什么荣外族人说,他们的神在哪里呢? 愿我们亲眼看见你在列邦中,使人知道你要为你仆人所留的血深渊 愿被求的人的哀恨达到你面前 愿你用你的大能,使那些已定死罪的人可以存留 主啊!愿你把我们邻国羞辱你的羞辱,七倍归还在他们身上 这样,我们做你的子民,做你牧场上的羊的,要永远称谢你 我们要世世代代述说你可称颂的事